这样的动作有差吗 你以为他这个报告是给你在业党的立委看的吗 根本不是啊 行政院 行政院是 你以为这个叫检讨报告 这根本不是检讨报告啊 这个其实 所以立法院也是归属于行政院的是不是 已经 我跟你讲 他根本就没有在 你 我直接讲白了 你在业党算哪根冲啊 他根本理都不想理你 他从头到尾 这一个东西 这不叫检讨报告 这叫缩帖 这是一个宣传缩帖 他的目的是要去给台湾的民众看 我行政院做的好棒棒 你这一党根本没资格监督我 你们也不配 我们是810万人选出来的 你们根本不够资格跟我讲话 我里头懒得理你 今天行政院的态度就是这么简单 那对我们现在看了 大家看了里头冲刺的谎言 冲刺的歌中宗德 里头讲了一大堆废话 所有真正关键的事情全部没讲 3加11的决策到底过程是什么 谁来开的会 谁提了谁提的案 全部完全都没提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给你讲 纳罪宣传部长葛贝尔的名言 你谎言讲一千次 不会变成真理 但是如果我谎言讲了一千次之后 我还不准别人戳穿他 他就会变成真理 就这么简单 他现在很简单啊 我就拼命的讲 我就不断的告诉你 你不相信对不对 不相信没关系 我叫所有的媒体都告诉你 这就是真理 这就是事实 你觉得吧 你媒体不愿意报 比如说像中天 你不愿意配合我对不对 那就再见 那你就不要给我当媒体 你就不用赶到网路去 就是这样子 接下来还有其他电视台 搞不好被赶到网路去 这就是民进党现在正在干的事情 他才不管你什么真相什么东西 他根本不想跟你说 懒得理你 我直接就告诉你 这就是真相 这就是事实 事实就是说民进党做的好棒棒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知道他们已经离谱到 说虽然死了这么多人 可是呢 我们已经创造台湾第二次奇迹了 把整个疫情重新又控制住了 又清零了好棒棒啊 那我真的很想问 那这样子林佳龙当初干嘛下台 大家是不是知道 泰鲁阁出车祸死了那么惨 死了好几十个人 第二天是不是就没有人死了 是不是 第二天就没有再车祸发生了 那林佳龙干嘛下台 马上控制住了 按这个逻辑的话 第二天也没再撞车啊 那大家都好棒棒啊 那林佳龙继续当交通部长啊 所有人都继续在位置上就好 你永远不会犯错啊 这就是民进党现在的逻辑嘛 所以他现在 我觉得在野党现在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 你还在跟他讲道理 没有什么道理好讲 我刚刚看到蒋汪安娜他们几个 还在那边喊口号啊 怎样要求他道歉啊 苏贞昌不会跟你道歉 苏贞昌现在的掌握非常简单 完全是希特勒纳粹那一套 我绝对不会承认错误 我怎么样都不可能承认错误 错误都是你们绝对不是我 他就是跟你凹道歉 反正我人多啊 不然你是怎么办 就是这样 你看你们继续在那边 他理都不会理你 所以我 我跟你讲 对付这样一个无耻厚脸皮 完全没有人意道德 也不管你什么道理 也不管你什么逻辑的 这样的一个执政党的时候 在野党还有我们的民众 在跟他讲道理 在跟他在那边签片一律 在那边 论理分析这些都完全没意义 只有一个 就是第一个就是冲撞 要嘛就是走上街头跟他拼了 要嘛就是用选票让他下台 除这两条路段 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大家如果不记得的话 你继续在那边跟他说你 还跟他论道啊 在那边讲这些东西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 他的支持者也不会听 把国会当中的在野党的党团的立委 跨做是谁喊 这个你们算什么东西啊 你们算立法委员吗 国民党 民众党 时代力量 这些在野党 我撩你什么 你们这边还哪算立委啊 我干嘛跟你讲 我今天看早上看一些立委办公室的助理 还有立委他们在讲说 有的委员甚至到早上9点14分 9点15分才收到行政院的 这个有关于3加11的书面报告 你们觉得夸张啊 8点 8点以前就要上班了 8点开始上班 7点多就要开始作业了 如果是在我们一般的这个地方 县市议会 今天早上首长要报告 你的书面报告 你的口头报告 你都还没有送到议会来 省什么省个屁啊 对啊 早就把你报告书扔过去 丢到你那个县市首长的桌上 你的背询席了 今天国民党团撕掉 国民党团暴力啊 粗暴啦 不讲理啊 我真的像这种画面 把你手上那十几页的这个 简单的这样书面报告 私下丢了他们算是客气的 如果是我整本的报告书 我就丢到对面去 我就把那个帮 甚至防疫的这个隔板我都扔过去 我脾气就是火爆怎么样 要怎样要打架吗 虽然暴力是不对的 但是你要怎么样 要这样挑起来吗 朝野本来就是一个意识和谐 那你们用这种方式不尊重国会 我甚至听到 甚至他们 听说三加十一报告 原来还有一些附件资料 陈晴涵文本等等厚厚的 然后他们说来不及应 这叫什么行政院啊 来不及应 什么效率啊 然后说什么 送到了党团办公室 包括国民党团 时代力量党团 民众党的这个党团办公室 包括国民党团办公室 说有 我后来也问了一下国民党团的 立委还有他们的助理 党团助理说有没有收到 有 党团办公室有 所有的这个在野党立委都没有 这个所谓的厚厚的文件 还有包括一些陈晴航厚厚的文本 都在这些这个党团办公室 然后呢 要求党团办公室哦 帮忙协助自行去扫描 因为可以扫描成那个 pdf档 放在这个电脑档案上 如果有立委 哪一个立委 个别立委办公室委员需要的话 直接传给他们 然后后来 有立委和立委办公室啊助理啊 立委就私下问行政院的这个 国会联络人啊 为什么你们没有提供 像这个陈晴涵文本呢 因为这很重要 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这个行政院竟然说 因为不晓得委员要 不晓得有哪些立法委员要 有哪些立委不要 那你干脆报告就不要报告了嘛 因为我不晓得有哪些立委要听 有哪些立委不要听 如果你是报告像今天这样子 根本就是虚虚实实 闪闪躲躲 然后避开了 然后什么责任都不提 讲的天花乱震很漂亮 从这个7加7到5加9 从1月1号到3月12号 然后再到4月13号 然后4月15号宣布了 加强版3加11 你要美化你的这个 这个做法的话 你根本不承认你是一个错误的政治的话 你连里面的破口 谁责任谁负 然后会议记录 有没有写 都完全知智慧题的话 那没有人要听 你根本不用把报告送到国会 也不用送到立法院 根本是侮辱了民众党团 侮辱了时代力量党团 侮辱了国民党团 这些在义党团可以废掉了 根本就不要去了 也不要替你行这边 你就一党独大 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极权专制 你就一党独大嘛 你连多元的政党文化 你都不想摆在那边 连演都不想演 这叫什么国会 你看到苏仁当刚刚在抗议的时候 抗议声中就拎着包包就走了 跟那个民进党立委 民进党立委还在那边 加油院长加油 加油 加个屁啊加油 你加929598都嫌浪费 他这样子这样子就在目送他离开 还公送 只差没有民放礼炮而已 什么态度什么东西 以前你看看哪一个行政院长 像他这么嚣张 坐在那边就算 你看过去不管是毛治国 或者是以前江仪化 这些人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坐在那你看民进党 你一直到我以前跑立法院 我就在记者席上二楼 一直看着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那几个院长 老老实就坐在那边很无奈 然后要不然就办公 然后写自己的公文 然后民进党在那边背个闹啊打啊 然后这些隔魁也没办法上台 然后一直到最后 王津平那时候立法院长 宣布上会 然后没办法开会 然后怎么样 然后就认识等到院里面 有一个表决 或者是表决没过 或是最后有一个决定 说不能开了 他们才很抱歉 然后他起身 所有的中央部会的首长 官员才离开 那像这个你看 如果说大家可以走的话 那为什么这些部会阁员 不跟着苏贞昌走 就苏贞昌一个林宝宝 你是很大啊 难怪人家说蔡英文都换不了他 蔡英文也动不了他 蔡英文令也出不了他 所以苏贞昌你看看 他势力大到这种人家也不敢得罪他 所以我才会讲说 这种东西 你要送三加十一报告 你要跟全国人民要报告 这个什么三加十一 到底有没有他成为这个疫情的 这一次破口 大家都很关心 我跟你讲 你现在去网路搜寻关键字 这些keyword三加十一就是破口 连郑文参加在桃园都绝口不敢提 不想去提这个 提到三加十一就赶快避重就轻 这就是成为民进党 他会当成说这个历史共业或怎么样 到底会议记录 有没有记录 能不能公布 谁提的 范昌 什么这些资质未提 结果在这个报告里面 反而昨天你看到 意外留给平面的这个媒体 绿媒 然后直接里面在那边写 我们一般所知道 之前三加十一是 范昌接受到了这个有关于 祭司公会这些团体 跟祭司方面有关的去陈情 然后协助去这个跟这个行政院 还有包括这个中央指挥中心 陈时中他们开会嘛 结果呢 在这个昨天晚上留给媒体的 这个报告内容里面 竟然有民众党的立委 也有时代力量的立委 说他没有陈情 可是这个是有点拉在野党的 这个其他立委 被识想要转移交给 是 而且他们在提的 也不是所谓三加十一 像范昌直接大拉拉 从七加七五加九改成 五天的那个 简易隔离再缩短为三天 减掉两天 范昌是直接三加十一这样 然后十一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人家邱昌智跟邱成远 时代力量跟民众党这两位委员 绝口没有在他的陈情函里面 所以那个文件很重要 为什么要他们自己去党团看 就是这样一看就清楚了 人家的文件里面根本没有像 让范昌直接大拉拉的要求七加七五加九 五天缩短两天 然后变成三天 这种三加十一 这整个过程的决策 他的这个折冲之粗糟 范昌你有没有施压 对那人家可能转达成情也没什么问题 像邱昌智他为什么生气 我就讲邱昌智后来他就很生气啊 他说当时他在检讨的是飞机上在一个密闭的机舱里面送餐啊 然后服务了这些所有的流程 要不要检讨 那根本是两码子是两回事啊 那你把这个两码子是另外一回事的邱昌智委员 他的邱昌智委员他也是学法律 也是律师出身法学出身 你把人家的这个东西 人家是学法律是很小心的 哪来抵抗腿菜多的来讲说 跟三加十一跟范昌一样 你这是什么四合居心 你要抓一个人垫背去帮你范昌洗刷冤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你要找一个替死鬼 然后就找更多的 民众不会那么呆 看到你民进党这样子搞 国会这样子让你糟蹋 所以我其实兵哥刚刚讲的没错了 如果是我脾气不好气的 可能会跟他们冲撞发生这个冲突 然后到时候被民进党扣一个大帽子来 在野党就是不理性 暴力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你来看看以前他们怎么样 楼宁国会啊